一日电源马云九 在现任后 曾来到北市永康商圈内的知名传统书局 用夜书店打书担任一日电源 显示这间书店在当地有一定代表性 但现在永夜书店却被爆出 因为防火象使用权 和一楼增建无问题 跟其他邻居杠上 住户间的官司一打就是15年 据了解六层楼的华夏 由明厨副培媒的哥哥所兴建 产权几经转首后 地下室一楼跟五楼 由永夜书店老板周清永购得 二楼为曾任中心医院耳鼻侯科主任的 张光和夫妇所有 三楼则复陪媒大女儿陈安琪使用 而六楼产权归复陪媒哥哥的孩子 所以说台北地员认为周清永拆除一楼原有专造墙及铁卷门 搭建新外墙铁卷门并垫高地面 排除其他住户使用防火象 怯占成立 权案确定 不过民事赔偿和行政诉讼官司 至今仍未告一段落 对此周清永大儿子表示防火象问题已解 但双方对于拆除增建物 给付占用期间租金等问题还无共识 目前有意见的住户只能在找律师开会寻求解决之道